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以说我们生生世世都修行过很多次了 因为所有在摩巴时代修行的人 其实一般都肯定很多次修行过 这一次开始精进地接触佛法都不用看的 不用算了 但是你的攻击心啊 你的认真啊 严谨啊 很多的都是修行人类的东西 说实在话 我在我自己感觉工作当中 我做的感觉不是太严谨了 我不太喜欢做的事情 你只是不喜欢 你很认真的 你要是觉得这件事情值得你做的话 你会很认真 只是有些事情你觉得不值得你做 你纠结 受委屈了 中生给你委屈了 我自己的事情 跟其他人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自己的不够 所以很多问题还是过不去 那要过得去咱还要休啊 那要过得去咱还要休啊 那去过去了还要休啊 这就因为过不去才休啊 你搞得太乱了 这对鬼头的什么也不行 是 你做的挺好的 我也说关注你的微信啊一些 做的蛮好的 但是呢 他那样很累 你知道吗 是 因为你是什么也是说 我应该这样 我应该那样 我应该去 陪妻师 听梯子探计 我应该 都是在应该了 你知道那样子 就完全不是在 就是 应该这样 应该那样 也没问题 但那样活得好累哦 我现在是为了修行 是不是 你可能在当下的状态 就是要训练自己 在当下的状态 是没有应该的 当下每一刻都是修行 我陪着妻子 我听梯子弹琴 我今天听梯子弹琴的时候 在修行 不是我应该 好像那种状态就是说 你为了跟妻子搞好关系 我在陪她 我在陪她 是的 是的 不是 是所有的人在陪你 陪你修行 你应该翻过来 妻子弹琴在陪我修行 你就自在了 孩子哭着在陪你修行 因为你瞧嘴自己的心态 活在当下 而且不要被哭 动 不要被 我是举个例子 小孩子 或者是餐厅很吵 或者他们吵着陪我修行 你所有的事情 你都安住在当下 你是一个修行者 是吧 所有的人都在陪着你修行 他在敲气 他在骂你 用怒火在陪着你修行 那一刻 你不断地绝照执行 你也快生气了 你看着自己 绝照着自己 然后生气了 但是没有蹭面 但是有愤怒的火焰 等等 这都是修行的一步 所以在陪你 不是你陪他们 你要陪 翻过来 你就觉得 你就是应该不应该 应该不应该 你就看你 这种观点就灵 活在当下 活在你的爱 就是 但是我们肯定是有时候很无奈 我们正好想打坐的时候 其实说我们去散步去了 是吧 或者说我们去逛街去吧 你要陪嘛 你要陪着他 否则家庭就开始起战火了 其实说你要影响打坐 他要 那我把打坐的 打坐的目的是 一个盘的一个静心嘛 那好 我只是把打坐的静心 移动到了商场 也就是说我今天在商场静心了 这样子慢慢地 训练这种思维模式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在任何地方 就都是在休息 而且没有人能打扰你 你能陪多少人呢 如果你陪 你长头切手切眼 你也陪不完 你能陪多少人休息 你陪多少人 你要想搞好关系 我们这 假如来套巢 这这么多师兄 这个师兄说 哎 君明陪我出去 溜达溜达 那个时候 你帮我去洗碗 你帮我去探口 你帮我怎么怎么 你打 你陪谁啊 你陪哪个也不对 是吧 这都是作为师兄在陪你休 你知道吗 你说十个都同时要求你 你做不到 那你学一个最近的 说我只能写 因为我 学一个对你修行最有利的 或者什么就行了 或者我一个也不去 入不动的安住在那里 就能够到这些 我想要做什么 想法 我说你 我听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